锅底烧焦了怎么办?还在用钢丝球搓出搓吗? 今天将领一招,用两个橘子皮快速洗净,旧锅秒变新锅 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在位,一起跟着视频看看吧 在我们制作美食的过程中,相信朋友们难免会出现把锅烧焦的情况 因为就算是大厨也有失手的时候,一个不注意就会把食物烧糊 从而导致锅底黑漆漆到,这是食物被烧糊厚的残留 一般用钢丝球也很难去掉,就算是搭配洗碟精,各种清洁剂才勉强阴附过来 这样虽然能够将污垢刷下来,但是会损伤锅的表面 锅里面的表面涂层就会被破坏掉了,后期就会变得更难刷洗 而且不粘锅也粘锅了,这样做是不对的 也有的朋友会往锅里面倒入大量的清水,让水泡上几个小时 经过长时间的浸泡,确实会起到软化的作用 但是,要等待的时间太长了,显然是不方便的 更有顺着,这将其直接扔掉,并重新购买一个新的铁锅 这未免太浪费了吧 下面就教你一个小窍门 这边呢,我们先准备三个橘子,把橘子皮包下来 橘子是摊位上最常见的,也是最亲密的水果了 远远望去,那一堆橘黄色的橘子格外显艳 但我们在品尝美味的橘子的同时 很多朋友都会将橘子皮扔掉了 其实橘皮可是个宝呀 橘子皮含有挥发油,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橘油 橘皮肝,维生素B,维生素C等成分 橘油的主要成分呢,是柠檬霜 柠檬霜对于油类化肥,农药和其他有机物有很强的溶解作用 使橘皮拥有自然的清洁能力 这是大自然基于人类最好的礼物 所以,这么天赐良物,扔了岂不可惜 包下来的橘子皮呢,我们掰成小块,直接放入锅中 这样里面的营养物质呢,可以更好地挥发出来 跟着我们准备一罐可乐 有过期的也可以用 打开,我们加入半罐在里边 因为可乐里面含有碳水化合物 可以有效地去除锅底黑构 然后再准备白醋 白醋是一种常用的调味品 烹饪时经常会使用它 加入食物中后,白醋呢可以增加食欲,软化等 此外,白醋还具有一定的清洁效果 对于处理菜锅底部的焦火呢有很大的作用 摇一摇,晃一晃,使其充分融合 接下来我们来给它加热一下 大火烧开,再转中火煮上3分钟 亲爱的朋友们,这座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过程中我们可以一边用木字铲子轻轻推动锅底的污垢 这样污垢呢会更快速的脱落下来 时间差不多啦,现在呢我们把火关掉 这会儿呢就可以看到许多黑垢呢已经脱落了大部分了 现在我们再等待几分钟,使其冷却下来 同时呢也可以浸泡几分钟 三到五分钟过后呢,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看这黑水,这是用清水浸泡五小时,也不一定有的效果吧 污渍大豆纳的已经脱离骨体表面了 剩下的较为顽固的污渍,我们也只需要轻轻擦拭即可脱落 现在先把这脏水倒掉 真是看一次感叹一次,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那接下来,锅中比较顽固的这里 我们再准备一块把结布,轻轻擦拭就行 看看,就这样污渍就掉了 所以老人才说,扔橘子皮等于在扔钱呢 用橘子皮泡一泡后,它就能软化污渍 并且橘子皮不含任何化学添加剂 使用起来更加的安全防心 为了增强其效果,可乐和白醋适当的加一些 因为其粗酸含量更高,具有更好的杀菌效果 现在戳洗起来就很轻松 因为污垢呢,已经被橘皮和白醋软化的差不多了 所以呢,不需要费力就能戳洗掉 小孩子也能完成这个刷洗工作啊 整个锅都刷洗完之后呢,倒掉里面的脏东西 并用流动水冲洗剂便 这时呢,可以搭配少许的洗剂精清洗 这样锅体就更加的干净明亮些 一直反复冲洗,直到锅体干净增量就好 此时你就会发现,锅变得和原来一样干净 内部的黑垢就都被去除了 这种去除锅的黑垢的方法 既简单又快速 而且呢,不会对锅造成损伤 如果你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不妨试试这个方法 特别的省钱,方便又食用 毕竟一个新锅还是小贵小贵的呢 没有尝试过的朋友 有需要时动手去试一试吧 效果绝对会让你满意哦 谁会记得把它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 如果您有更好的经营好方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哦 您的留言和分享 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求的人哦 点击我的视频偶像呢 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别忘了关注哦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姚鸭 我们下期再见哦 感谢您的支持